4月3号花莲大地震后余震不断 花莲持续传出建筑物倒塌二号 也再度点出伪老建筑问题 尤其在双北地区伪老建筑比例高 台北市就做出最新统计 现在每天会有约百件 民众通报勘查建物案件 目前总计已经超过1800件 在勘查约一半后 确认红单两件 黄单17件 但这些其实还只是冰山一角的数据 照理讲就是921之前的建物 因为它之前当初的法规并不是那么完善 而且它的施工来讲 它并没有做一个任性的设计 所以原则上它的耐震能力会比较质疑 近期支援大量勘查案件的土木技师说明 民国88年前打造建物都该尽快补墙 现在台北市这类老屋高达71万栋 其实是全台比例最高 一旦地震强度大 引发土壤异化 加上台北盆地效应 为老建筑难以抵抗 但只要赶紧补墙会有转机 这一支H形钢就是做一个临时的一个支撑 然后这边修复之后 这个是后来它修复的 就以中华路二段307项来看 这一整排房子各个都被贴上黄单 但事实上有部分过去是被贴红单 经过紧急补墙二次勘验成功转黄 尽管最近国内大量技师人力都被派往花莲 导致北市一整个下午都没有实际勘查案件 但重要程度在花莲水深火热下 不容被遗忘 八大新闻您是林博士 创报导 老屋旧屋 动不动就被贴上黄单红单 看得触目惊心 影响所及可想而知 对于价格的一个影响当然冲击之大 房市专家就认为确实有卖家 会因为安全的考量降价求售 但是想接受屋主也不要觉得捡到便宜 因为可能要再准备一笔整理费用 不一定划算 台北市有高达七成房子 屋龄都超过三十年 其中有很多是公寓 日前网友在PTT上发文 说一堆房子年纪跟爸妈一样大 竟然要卖三十千万元 近期又遇到地震频繁 再这样震下去 高价情况会不会搞一段落 如果遇到一些部分有这样疑虑的卖方 它确实在价格上会有一些松动 那当然就有机会去捡到便宜 你势必还得要预留一笔 整个大翻修大整理的费用 能不能趁现在进场减便宜 方式专家就说 确实有卖方降价求售 但千万别忘了 还得算一算修缮费用 地震频繁就怕住得不安心 老屋换新屋的比例也变高 这样的状况会渐渐 比如说十组买家 可能原本只有三顶多四组 现在可能有五组到六组 他就会选择说 好那我宁愿买小一点 但是我也还是要买新的 除了换屋 也有民众发现住家藏壁或瓷砖 有回损状况打算用搜的 北市监管处表示 目前接获1800多件 其中920件已经处理 排队民众可能需要等三个月 如果不想等 自套腰包会比较快 自费申请勘查案件多了十倍 以前一个礼拜 15到20件 现在每天30到50件 民众也不再是到了危险等级才检查 而是有疑虑就会寻求即时协助 巴大选者庭 综合报道 民众发方式近在一小时 赶快订阅我们巴大民众新闻的YouTube频道 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